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大一点的一个报道里面看见 看见说是我得奖了 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若干个月份过去以后呢 是这个延号导演到北京带给我这个奖 但是他告诉我是夏孟老师呢 上去替我领的奖 那我拿回家了吗 那我不是告诉小偷了 但是呢 小偷拿去也没有用啊 对吧 我根本就不想 其实我是来会朋友了 老朋友也确确实实 就是从似水流年到现在你想想 颜号导演的合作 再跟这个阿关关锦鹏的合作 然后再跟玄华的合作 那当然我还有张爱家张曼玉这样的合作 所以呢 就很多很多老朋友了 而且呢 我很高兴跟他们交朋友 当然我平常是不太打扰他们 但是这次呢 纯粹就是说是出于那种 再见到老朋友这样一种心情来的 嗯 至于说得奖不得奖呢 我觉得这都是争不来的 我觉得你只要把你那份工作做好 那份戏演好 用心去完成 我想 就打扰了 第二次这个讲 这个讲 我呢也很怪 就是这个讲呢 在你们的香港评论学会 也是颜号的那个天国逆子 那个天国逆子是在日本的国际电影节上得奖 那颜号也得的最佳导演奖 那么 在你们的香港评论学会呢 又给我那样一个奖 结果今年呢 又是呢 因为这个姨妈呢 又把我请了来呢 又给了我一个奖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香港的观众 香港的这个金像奖 评审呢 其实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 对我挺格外的 就是挺厚爱的 说实在 我是一个年纪不小的人了 我觉得一把年纪呢 没有嫌弃我 老啊 难看啊 或者怎么样 我演的那个角色呢 又不是一个好像妙龄的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是呢 还能够给我这奖赏 我很感动 很感动 谢谢 谢谢